地內國小各年級小朋友 在新操場上揮翰練習跳舞 跳的賣力迎接校慶的到來 判了好久 耗資800多萬元的 暖暖地內國小操場 終於整建完成 煥然一新 以中央跟地方的合作 讓我們整個操場 包括球場都完成了 讓我們學生活動空間 會越來越多 而且經過我們整個餐台的整建 也可以提供家長下班 或是假日的一個活動的場面 新操場整建總經費中央補助9成 市政府負擔一成左右 為地內國小操場換新裝 一向為母校建設盡心盡力的 市議員林敏勳 特地回到地內國小關心 從他在這裡念小學到成為市議員 終於換了新操場 也為小學弟小學妹們感到開心 那整個場地大概800多萬 感謝我們中央蔡委員 以及我們地方市長及我們校長 教育處這邊來一起來通力合作 那米勳這邊也特別 先前有來看過 那這邊因為這個跑道 破檢相當的嚴重 那這個跑道是從米勳在 我小學 之前是我的母校 通過小學的時候 操場好像就一度以來 感覺都是破破爛爛 那感謝黃校長這邊上任之後 繼續爭取 那我們現在總算有一個新的談論 那校長這邊也是OK 就是說未來我們這個場域呢 會比照這個我們新國小一樣 就是以校園為核心 那農入社區 通道更好 那所以說未來這個地方呢 在週末的時候 或是平日晚上的時候呢 會來有限度的來開放 而最高興的莫過於是學生家長 家長會長柳怡安 和副會長仁秋傑代表家長們 特別感謝學校和林敏勳議員 沒有一個像樣的操場 能讓孩子們進行跑步 所以今天我來學校看到 整個操場全部的完工 真的非常的感動 所以我希望說 一號一號孩子 有新的操場可以進行的跑步 進行的在操場上玩耍 這個是我們全校之福 也謝謝校長還有藝座 明星藝座的幫忙 讓我們操場能提前的完工 除了有全新的跑道以及看台 全新鋪設具有彈性的人工草皮 也相當吸睛 除了美化整體操場環境 也讓小朋友和老師 在上面活動時更不容易受傷 保障師生的安全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